第25届LA Art Show于2020年2月9日在洛杉矶会展中新圆满落幕 作为美国西部规模最大 质量最高 引领艺术潮流的巅峰盛会 在为期五天的展览中 来自20个国家的135家画廊机构参展 以百科全书的种类共展出包括绘画 雕塑 摄影等类别15000多件作品 诠释出传统与当代融合的艺术形态的同时 也搭建了各国艺术家展现才华 推荐精品 东西方艺术交流的绝佳平台 在本届的LA Art Show中 著名旅美画家洪波先生带来了主题为 《交错 花落天边的巨幅绘画作品》备受关注 多年来 洪波已用水墨画画美国山水的成功实践享誉一谈 自创《激色法》 用色墨交融的抽象语言表现当代精神 拓展了中国画的表现张力和审美空间 是国际一谈上最受瞩目的中国艺术家之一 也被称赞为美国水墨深水第一人 《交错 花落天边》通过突破传统的水墨碰撞和堆叠来呈现构图 给人以全新的美感和视觉感受 凸显了作品的当代性 更令画作的层次有为丰富 在2月5日晚间举行的《红波巨幅》创作的开幕新闻发布会上 美国国际纪录片协会创会主席哈利森·安格 世界和平音乐节主席道格拉斯·伊万诺维奇 奥斯卡表演嘉宾斯德芬尼·斯霍洛 好莱坞知名导演制片人简奎·林莫菲 美国历史频道电视主持人索菲亚·米拉斯等贵宾 均立临现场支持 本场发布会由好莱坞知名双语主持人周正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教授 著名雕塑家理查德·维恩 2019国际时尚旅游小姐选美大赛全球总冠军 斯凯·瑟克索也没主持 此外 理查德·维恩教授和洪波 还举行了交错《花落天边》 及东方与西方的专题艺术讲座 与大家分享各自的创作理念 完成这件作品整整应该发了一年的时间 那么我一直呢就是在探索 东方水墨的意韵 跟西方色彩的一种张力 怎么样融合 呈现出一种当代的一种精神 这个都是我的一个创新 创作的创新方向 我想我的作品可以带着观赏者 有一个穿越和放飞的感觉 本次系列活动不但引起了 洛杉矶当地知名花囊的关注 也受到了重量级收藏家的青睐 贝利中国记者现场报道